大家好,中国在全球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 中国和乌克兰领导人的一通电话 引来了全球的广泛关注 美国、俄罗斯、法国等全球主要大国 都在第一时间做出回应 很多人在关注后续俄乌局势的走向 特别是打了一年多的这场战争 的确已经造成了俄乌双方 以及整个欧洲甚至全球地缘政治板块的变动 更遑论对全球经济、能源、粮食等各方面的冲击 而身处在战区之中的乌克兰人民 更是痛不欲生,度日如年 本次中乌领导人通话 为欧局势的和平走向 创造了一个重要机会 让和平的曙光有机会重现 我们都知道美国方面的态度 从一开始美国就是加油添醋 三分点火的一方 在战争爆发之后 美国也一直在忙着大发战争财 切断了俄罗斯向欧洲的能源供应 以及以高出市场价格数倍的价格 向欧洲出售能源 而且威逼利诱 把欧洲重要的工业企业都弄到了美国去 这些动作外界都看得非常清楚 与其说美国在欧乌冲突当中 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的话 我想这个无疑就是一个图利者 以及美国始终就是一个鼓动战争 继续进行的一方 甚至我们都可以说 美国就是这场战争的当事人 那自然也就不可能去指望美国来塑造 欧乌以及欧洲地区的和平前景了 这一点欧乌双方看得很明白 美国自己也是心知肚明 欧洲中国和世界其他大国也都看得非常清楚 那么本次中乌领导人通话都谈了哪些内容呢 以及本次通话真的能够给这场 欧乌冲突 降降温 甚至让和平的曙光重现吗 我们今天就来和大家说道说道 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我们要先为咱们陈岳频道打个小小的广告 为了咱们频道的长期发展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 从我们老家安徽 晚南地区带来中国历史明察 也是中国十大明察 黄山茅芬 我们言归正传 在4月26号的下午 中国领导人应约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 双方就中乌关系 以及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 这一消息也迅速吸引了 全球各大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 而且我们看到 中方将派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 赴乌克兰等国访问 那么这个内容也登上了多家外媒的头条 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上也发文说 双方进行了长时间 而且有意义的通话 美国、俄罗斯、法国 26日均对中乌领导人通话 做出积极正面反应 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的多位中国专家表示 从中国外交部2月24号 发布了一份重要的文件 那就是关于政治解决 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 我们此前在节目中也为大家介绍过 那么这个重要的文件一共有12条 那么再到本次 中乌双方领导人通话 中国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问题上 应该说是有立场 有思路 有具体行动 元首外交将打开通道 营造氛围 也指引方向 那么接下来 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 要在工作层面来解决 我们都知道 俄乌冲突其实有很复杂的历史成因 任何复杂的问题都很难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解决方案 都需要在复杂的工作中来逐一去加以解决 所以说一场危机 那么欧洲地区的地缘政治的冲突 到爆发战争 然后通过外交途径 让它降温 甚至停火 甚至迎来和平 这个过程绝对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解决的 总是需要一个漫长复杂的工作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还表示 相信这一次中乌双方领导人通话 以及乌克兰驻华大使的最新任命 将有力的推动中乌两国关系的发展 在过去的这两年时间里面 那么一直有临时代办在北京代表乌克兰 其实也就是说乌克兰方面在中国一直没有正式的大使 而这一次就正式的任命了一个全面负责乌克兰与中国关系的大使上任 泽连斯基这一番表态也展现出了乌方对这次通话的高度重视 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乌克兰基辅方面 对中国致力于要推动和平解决欧冲突这一努力的一次积极的回应 那么我们也看到在中乌领导人通话之后不久 美国白宫方面就表示欢迎中乌元首的这次通话 而且声称这是一件好事 尽管我们也知道美国方面的用心绝对不像他表面上说的 这是好事我们都支持和平等等 但是不管怎样 美国方面虽然在声明当中夹带了美国的私货 但是面对全世界呼吁和平的这一股潮流呢 美国也不敢公然的说啊这个劝和促谈是一件坏事 所以在场面上他必须承认这样的这个沟通和协调和促进和平的动作呢 是一件好事 虽然私底下美国还在鼓动战争 那么这次通话首先确认了中国与乌克兰之间非常友好的关系 以及两国都愿意继续发展中乌关系啊这样一个现实 同时这也让世界看到 中国是唯一与乌克兰和俄罗斯都保持友好关系的大国 莫斯科方面和基辅方面都愿意对中国的意见予以倾听 由于法国德国以及欧盟的领导人 不久前都纷纷访问了中国 而且呢法国德国和欧盟实际上已经是欧乌冲突的当事方 而且呢也是整个冲突当中重要的受害者 那么这也就使得中国在劝和促谈方面啊 那么可以接受度呢就超出了俄乌的范畴 实际上呢已经向整个欧盟地区进行扩大 中国一方面注重与乌克兰发展双方友好关系 那么促进合作 对这个处于战争之中非常困难的国家 其实也给予了充分的尊重 一方面呢我们也对劝和促谈 展现出高度的积极性 同时保持谦逊的态度 我想这就是中国的文化外交政策的一贯的立场 中国二月份发布的前面我们说的这份重要文件 就是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 但是呢中方并不强推一方 而是要去急着硬推的去谈判 那么欧洲呢近来出现了希望乌克兰早日实现停火的更多的声音 我们也看到了欧洲的老百姓呢 面临各种各样的现实的困难 也都受不了了 很多老百姓走上大街 对吧 这个不要再鼓动战争了 要呼吁和平 欧洲很多国家的领导人 特别是西欧的领导人 那包括像这个马克龙为代表的欧洲大国 其实早就要再呼吁实现停火 呼吁和平 同时呢也不主张战争呢长期打下去 那么这样的一种观点和态度在欧洲地区正在加速的扩散 而我们如果放眼全球 举望世界 欧双方都抱以尊重 欧洲愿意与之沟通的国家 其实中国既是不是其中的唯一 也是排在靠前的 因此呢 中国针对欧冲突举动呢 可以说是备受关注 中国方面的这个通报呢 实际上没有说中欧领导人通话 是一次调停 但是这次通话 在舆论场上引发如此之大的全球关注 甚至可以说是一场轰动 也反映出了 大家对于中国可能在今后起到重要调停作用 已经形成有相当普遍性的预期 中方同时宣布 将派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 赴乌克兰等国进行访问 那么这将增加上述的相关预期 然而目前离实现乌克兰和平 显然还有漫长的距离 我前面也说了 对吧 欧洲局势向来复杂 而且呢 夹在这个俄罗斯和西方大国之间的 这个乌克兰呢 应该说在地缘政治上相当的微妙 那么过去长期积累下来的 各种恩恩怨怨历史的恩怨情仇 显然我们也不是那么样的理想主义 说一下就能解决的 所以我们才会说 在乌克兰实现长久的和平与发展 其实还有很漫长的距离 除了俄欧双方都有能力 至少要把战争再持续一段时间 而这是现实的状况之外呢 美国方面尚未表现出 要愿意推动实现停火的态度 这其实也是非常的关键 前面我们说了 与其说美国在背后是鼓动者 是乌克兰的这个三分点火者等等 其实我们不如说 美国就是这件事情的当事人 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最新美国方面 所泄密的一些文件当中也显示 早就被美国进行监视 我们知道呢 监视比监听要来的更为严重 恐怕泽连斯基的行动自由 也许都已经被美国给控制了 所以说美国是这场战争的当事人 一点都不为过 美国华盛顿方面 总体是仍然沉浸在 借由乌克兰危机 来谋求战略大局的整体构思当中 他很不在意乌克兰究竟要死多少老百姓 不像有让和平作为目标 来主导事态发展的一个愿景 那么如果美国保持这样的强硬立场 继续的鼓动战争 乌克兰的谈判进程就将很难的开启 即使谈起来恐怕也难免会一波三折 美国在背后只要稍稍加以破坏 整个局势呢 恐怕就很难去顺利的发展 从2022年的2月份以来 欧冲突已经持续一年多的时间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2就报道指出 中国领导人在通话当中特别表示 中国方面既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 中国方面也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当事方 而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的大国 那么中方既不会隔岸观火 也不会拱火交游 更不会干那种趁机牟利的事情 那么中方所作所为是光明正大 其实这里面我想呢 也是意有所指 究竟是谁在利用这一场战争 趁机牟利呢 前面其实我已经介绍了 想必大家呢 其实早都心知肚明 法新社的报道就指出 中方即将派出的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 奔赴乌克兰等国进行访问 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同各方进行深入沟通 而这一机制在后续将会引发 更多的这个讨论 关注和具体方案的推出 中方已经向乌克兰方面提供了 很多批次的人道主义援助 也愿意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从2019年开始 中国连续四年都稳居乌克兰 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泽连斯基26号在通话当中也表示 乌克兰方面恪守一个中国政策 希望同中方开展全面合作 来开启中乌关系的新篇章 要共同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泽连斯基介绍了 对当前乌克兰危机的看法 同时呢 他也感谢中方为乌克兰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 同时欢迎中方为恢复和平 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危机 发挥重要作用 美国NPR的报道也指出 中方发出呼吁之计 中国方面正在扮演各种调停的角色 在不久之前 在中国的调停之下 也促成了修补中东竞争对手 伊朗与沙特之间关系的重要协议 也已经在当时引发全球的关注 然而如果考虑到莫斯科和基辅的立场 现在仍然相距深远 而且战争呢 实际上现在并未实现停火 乌克兰方面 整个的这场冲突 取得短期突破性的可能性 也比较小 这是一个现实情况 我们也必须予于正视 分析人士指出 乌克兰正在为可能很快开始的春季反攻 要做好准备 以夺回被俄罗斯占领的土地 这些行动的成败 可能会极大的重塑整个冲突的未来 泽连斯基的发言人26号表示 中乌两国领导人进行了近一个小时的通话 而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 耶尔马克指出 这是一次重要的对话 26号 泽连斯基任命了 里亚比金为乌克兰新任的驻华大使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身 这位新的大使是1965年出生于基辅 曾经担任过乌克兰战略工业部的部长 对于本次中乌领导人通话 其实各方都给予高度积极的评价 俄罗斯美国法国各国 就中乌领导人通话都纷纷做出表态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说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表示 俄罗斯方面注意到中国准备建立谈判进程 俄方原则立场与中方立场文件 有着广泛的一致性 但他同时批评了乌克兰缺乏真诚谈判的意愿 当然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必须要看到 乌克兰与俄罗斯双方是交战双方 所以在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当中 自然对敌对方是没有什么好话 而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 在26号就说 美国欢迎中乌领导人通话 同时我们也看到 现如今法国方面代表欧洲的一个重要大国 法新社就报道说 法国总统府一名官员26号说 法国鼓励所有的对话 以促进冲突问题的解决 同时声称 这样的对话符合国际法和乌克兰的根本利益 也是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本月早些时候访问北京期间所传递的信息 政治新闻网的欧洲版的报道声 中乌领导人通话对欧洲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那么俄罗斯媒体就引述了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 诺维科夫的话说 中国方面非常清楚 乌克兰冲突是现代世界复杂问题的一部分 要全面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应该对冲突各方的对话 保持一种开放态度 因此呢 中国领导人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之后 就与泽林斯基的通话 可以说是 这两个动作都是完全符合这个逻辑的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欧洲研究所的所长崔洪健表示 这次通话毫无疑问非常之重要 可以看作是中方推动解决 乌克兰危机这一系列行动当中重要的一环 从年初中国领导人访问俄罗斯 到在北京的时候呢 那么中国方面接待马克龙 接待欧盟委员会主席弗德莱恩等重要领导人 再到和泽林斯基的通话 这都体现出了中国帮助实现和平的愿望 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研究员 王小全表示 迄今为止 中国几乎成为了俄罗斯 乌克兰 法国等共同认可的重要的调停人 这也就说明 中国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 是一个公正客观的立场 中国是没有私立的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代表 将赴乌克兰等国访问 在劝和促谈的过程中 要听取各方的意见 谋求最大的公约数 其实要做和事佬 我们当然在国际上叫调停人 对吧 等等 放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很多人出现了矛盾 等等 大家了 或者吵架了 中间总要有一个调停的 或者我们老百姓说和事佬 讲事情的 对吧 那么你就不能够 仅仅听一家之言 或者听一方的一种说法 很多事情是比较复杂的 或者说大家只是观点不同 从不同的出发点 就能得出不同的看法 对吧 然后再加上一些情绪啊 等等 那么如果在旁边 再有一个人 对吧 提了一桶油 提了一个火把 那你这事情基本就无解了 对吧 所以说呢 你如果想做这个调停人啊 或者叫做讲事的 那么你就要呢 各方意见都要听 同时呢 让他们都冷静下来 彼此去倾听彼此的这个看法 只有这样呢 才有机会能够找到一条中间路线 否则的话 都是按照各自的意愿来做事情呢 基本上你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调停的空间了 所以中国这一次呢 派出这样的啊 特别的这个特使啊 形成一个代表团 要游走各方 其实这一点呢 我觉得是非常之重要 收集各方意见 那么希望呢 能够达成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中国方面呢 也将借此次积累经验 为维护世界和平的稳定 完善全球治理来提升能力 我们看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纳热勒南国际研究院 高级研究员多西 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访问时就分析 中国其实已经多次表明 愿意加强与乌克兰方面的沟通 至于中国 委派欧亚事务特别代表赴乌克兰 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呢 多西认为俄乌双方目前都还没有退让的余地 具体的成果呢 后续还有待观察 但是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中国强调的就是要劝和促谈 也要寻求表现中国方面的中立立场 那就必须要和欧双方都建立关系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 对吧 你这个双方都要听 双方的看法观点意见 都要去了解 那彼此之间呢 再进行撮合 那么中俄的关系呢 其实已经很密切 我们过去的整个外交动作呢 其实外交事件 各种访问呀沟通啊 这个见面呀 已经非常多了 那么中国此次委派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呢 可以对外展现出 中国也在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持续的沟通 当然我们也都知道 俄罗斯内部呢 也不是啊 铁板一块 俄罗斯内部也有强硬派啊 也有相对温和派 那么俄罗斯内部的强硬派呢 其实也有他们的看法 在4月26号 俄罗斯政治分析家 马尔科夫就发文称 中国和乌克兰领导人的通话 是俄罗斯的外交失败 当然我必须要说 这是俄罗斯强硬派啊 他的一个看法啊 那么只是呢 这个说出来 让大家了解一下 那么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认为 这就等于中国确认了 泽伦斯基作为乌克兰总统的合法性 也就是说 在俄罗斯强硬派看来呢 泽伦斯基根本就不配做乌克兰总统 或者说呢 泽伦斯基他没有乌克兰总统的合法地位 他又说 这是俄罗斯军队缺乏明确进攻的结果 如果俄罗斯不进攻 中国和其他国家就开始考虑 俄罗斯可能不会获胜的可能性 马尔科夫认为 中方在与乌方会谈当中 不是作为俄罗斯的门友出现的 而是作为一个中立国家而出现的 而泽伦斯基方面此前就表示 中国与乌克兰的和平计划 找到了中间的契合点 当然 虽然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 以及各界人士呢 大家都各持不同的立场 这个呢 作为交战双方 我们某种程度上 作为中立方呢 也能够理解 但是对于中方所倡导的 对话与和平 那么我想很难有多少可以拿出来挑剔的地方 这一次中乌啊 援手通话 还是激发了人们不少的和平的想象力和善意 那么让很多人想到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 其实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 用军事方式很难塑造出一个与当前大相径庭的现成的这个战略格局 回到谈判桌将是一个早晚的事情 而中国已是当前人们能够看到通往和平的最显著的路标 中国有能力与俄乌都进行深度沟通 而且刚有过成功斡旋沙特和伊朗 这两个中东老冤家的精彩记录 所以说呢 从这个角度来出发的话 我们看到在当前的乌克兰问题上 中国代表着朝向和平方向走出的一个真诚的呼唤 我们也希望各方能够和中方一道来呼吁和平 希望呢 俄乌冲突能够早日实现停火 最终找到一条和平的路径 我想这对于各方 特别对于深陷战火当中的乌克兰人民来说 都是一个最好的消息 以上就是本期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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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